已经四年了 她从来没有给过我想要的安全感 她的前任一直都在干涉我们的生活 真的让我感觉到心很累 她年龄比我小 有的时候太敏感 不成熟 每次和异性有联系就要怀疑我 跟她解释也不听 还要跟我闹离婚 她根本不考虑我的感受 每次和她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 总是沉默或者是敷衍了事 还总是限制我和异性朋友出去 感觉我在她的心里一点都不重要 我就是想问问她 到底能不能给我一个保证和一个承诺 我希望她哪怕给我一点点的信任 真的不想再继续这样吵下去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蔡先生36岁来自辽宁工人 林女士25岁来自辽宁个体 来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们两个是夫妻关系 结婚了是吧 对 结婚多久 结婚一年多一点 结婚一年多 好像这个信任出了问题 是这意思吧 我听下来 对 她以前结过婚有过婚时 然后有一个前妻 我们俩在刚搞对象的时候 她前妻就经常联系的 刚开始我觉得 哎呀 就是朋友之间嘛 联系就联系了 后来他们之间联系就特别频繁 一个月几乎打电话 就十次往上的那种 干嘛呢 她前妻有一个房子在安闪 因为我老公是安闪的 然后她那个房子就 让我老公帮她出租 要帮忙什么的 然后她就总以这个为借口 然后他们两个人就肿聊条 然后还说请她出去吃饭呀 什么的 她也都是同意 然后更逗的一次是那个 我们过节的时候 我在她父母家 她前妻就打电话了 就说你在干嘛 然后她说我在家呢 然后她前妻就说 那那个咱爸咱妈好不呀 过节了我上你们家吃饭吧 而且她也知道 就是已经有我的存在了 然后她也是不拒绝 而且打电话那阵 刚开始我不知道是她前妻 我就以为是朋友 我还问她 我说这是谁呀 怎么还打电话 还咱爸咱妈的 然后她告诉我 刚开始没说就说朋友 后来我说你别闹了 我都挺人了 那不就你前妻吗 我说你实话实说 能怎么的对不对 而且我已经知道你有婚死 我就指定不会建议 那你为什么要瞒着呀 我这不是汉多想吗 那你不解释 她才会多想 你要解释的话 我就不多想了 还有一次啊 主持人可逗了 她那个前妻给她打电话 然后问 说哎呀你出对象了 你这对象比你小这么多 我们俩相差十一岁嘛 说你对象小这么多 你能不能被她骗了呀 然后就是别再 有骗钱有骗色 然后就特别诋毁我 然后我就跟 我就跟她说 我说如果你要是 我这样关心一下 关心你 然后说我骗财 关键是你有色吗 不是这个东西 我问一句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 是在你跟她的交往过程 对 在谈恋爱期间 那后来为什么 还嫁给她了呢 那么不舒服了 心里都 之后她给我保证了 然后说那个 我以后指定不会这样了 会断了联系 然后她对我 其实平时挺好的 然后后来 这不就两个人 在一起结婚了吗 结婚了之后 也是给她发微信 我之后不也把她拉黑了 也不联系了 你还好意思提拉黑 是因为我跟她闹离婚 我说你这闹来闹去的 我说咱俩这婚姻 好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然后她就说 我之后会跟你保证 我不是都拉黑了 也不联系了吗 之前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我拉黑过一回 是我自己偷摸拉黑的 拉黑了之后 她就给解开了 我连续拉黑了三回 她解开了三回 然后她现在又在跟我 保证这些东西 我就有点不太相信了 但是现在我不一直没联系了 但是说 他那朋友更不靠谱 你们俩互相 来你说说你的委屈吧 我跟她是异地 然后我在安善 她在沈阳 然后她因为我 跟我回安善 待了一阵子 然后她沈阳的朋友 就不要来安善看我们 也是她异性朋友 我说行可以过来看 然后咱照待一下吧 然后都订好了 然后咱准备去解眼睛的时候 她的朋友又说 不过来了 那她不有事才不过来的吗 是 那没事的话 她不就过来了吗 然后过几天又说要过来 我说行 再去再准备再结呗 就是又不过来了 然后第三天又要来 然后她说三点过来 我说三点也行 然后我就准备要请假 她又看我改点了 看我六点再过来 那你说谁心里能高兴 而且提前已经放过两只鸽子了 但是你那天一剪面子都没给我留 我把我朋友接到家了 她生气了 然后我给她打电话 我说你下来吃饭吧 我说怎么的 也得见完朋友之后 你回家吵架再怎么吵 是吧 你整个的都是家里的事 她没有 她就是特别 你给我生气 所以我还不去见她吗 特别倔 我说你下来吧 也不下来 然后我朋友还特别尴尬 所以你说这件事 是为了表达什么 就是她这朋友挺不靠谱的 因为提前放过两只鸽 就有不靠谱你看 然后紧接着过一阵 然后她就管我媳妇借钱 借钱我就刚才 这人不怎么靠谱 咱就别借她 结果她也不相信我 等我让她管你要的时候 已经就直接把她拉黑了 就是你要说的是 你爱人交友不靠谱 对 然后还不相信我 我已经刚才这人不靠谱的 她让她相信我 咱就没有这个损失了 我都已经一年多 没见过她了 时间也是能改变一个人 但是我不知道呀 她说相信我 这些就没有必要的损失 那我怎么相信你 之前发生那么多事 你说我怎么相信你 咱们先放在这儿不吵 还有别的吗 有 她特别不喜欢就是宠物 然后我特别喜欢 那是因为她是敏感体质 动物身上会脱房啊 像什么的 那也不至于 因为一个宠物 我们俩去闹离婚 去到民政局领证吧 领了吗 没有 特别逗 民政局就是搬假了 我们当时都在气头上 就是 为啥气啊 你能想象到一个男人 跟宠物吃醋吗 我买的那个雪糕嘛 然后我合计我自己吃 然后邻居就把他们家宠物 带过来了 我就特别喜欢 然后给宠物吃了两口雪糕 他就不乐意了 然后就没有脸子 两口雪糕一口都没给我 然后你给 你看 就是因为跟宠物吃醋 然后我就当时看出来他不高兴 我合计那得了 我说那哄哄吧 然后我就哄他 哄了一个多小时也没哄好 然后我把饭菜什么的都做好了 都端桌子上去了 我说老公你别生气了 我说我下回不给了还不行吗 然后那也不好使 那在气头上 那你在气头上你就掀桌子 那你再给我买一块雪糕 也许就好了 那你也没说呀 然后就把 那还用锁吗 然后他就把桌子给掀了 掀完了之后 我就感觉自己背儿委屈 你知道吗 你说我哄也哄了 然后之前他还一直都那样 我也没说什么 然后他就把桌子什么都掀了 然后我说那咱俩这日子没法过了 咱俩去领证吧 我说我也不想跟你过了 然后他还掀桌子 不用你 靠边 靠边就靠边 然后我每次要能解决 就是解决我们俩之间的矛盾的时候 他就可敷衍了 这个你喜欢宠物 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他不知道吗 他知道 但是一直没让我养 我拒绝了 就是刚才不想养带毛的 但是说他架不住远膜硬泡嘛 然后就同意了养一只 然后现在你问他 现在家里多少只了 什么呀 猫咪 哦 宠物猫 养了多少只啊 家里现在应该是十只 就是喜欢 我跟他有个底线 我刚刚那宠物不幸上床 因为床毕竟它有菌嘛 然后有一时我下半回家以后发现 他身边围了八只宠物产呢 在床上 但是我就挺生气的 那你现在一天天都不靠谱 白天上班我也不知道 你 我就反正不信任你嘛 然后我就把所有的宠物 当成我的一个情感基督 然后白天没事的时候 跟他们聊聊天 我希望你关心我 我不希望你关心那些东西 那你让我信任你 我自然就关心你了 我现在对你的信任度都可低可低的了 你们俩现在还异地吗 不 我们两个结婚 就是不异地 我就跟他去安闪了 原本合计找一个岁数大的男人 就是能包容你嘛 然后能像就是当父亲一样 就是宠着你啊什么的 但是现在明显就不一样 你白天不工作吗 我现在自己开了一个花店 在沈阳 所以你的时间经历是花店和猫咪 对吧 对 方便问一下 上一次婚姻是因为什么分开的吗 就是我达不到他想要的那种要求 就分开了 为什么要保持联系呢 就是他房外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不是我要的那个人 甚至我都不了解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盲目地进入婚姻了 然后现在就是一落实到柴米油盐的问题 生活的问题的时候 你们完全没办法沟通 完全没有达到任何的一点的统一 只有触及到自身利益的时候 才会嚷嚷着打着爱的旗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触及自身利益什么 他的钱被骗了 他的钱是你们的共同财产啊 触及自身利益的时候是什么 他前任联系他 你心里不舒服了 所以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们才会说 你爱不爱我呀 爱不爱我 你不爱我 你对我不好了 才会打着爱的旗号来吸引对方的注意 可是平时的时候 你们那么多现实的问题 没有坐下来共同去商量 没有想自己未来婚姻的路 到底该怎么走 大块的问题 我不说了 我就说一个小的点 在前任信不信任的这个问题上 要看的是现任的态度 你们之间的联系 有没有影响到现在这段感情 如果有影响到现在这段感情的状态 那要不要联系就在你 现在都已经断了 听我说 如果继续联系的话 你就是要就情复燃 明白了 我要说这么多 谢谢 两位今天走到这里 目的是要继续生活下去 我现在说不好 你说不好 对 那你呢 我希望是把问题解决 解决问题 继续往前走 如果真是想继续往前走的话 就得有舍有德 你不舍是没有德的 我们可以说 在你们俩之间的感情的初期 是你有太多不舍 舍不得什么呢 舍不得和前妻断了来往 我们暂且不说说 你是否还奢望去和前妻 有所什么发展 我觉得可能不会 不至于 只不过就是说 前妻对你的父母是不错的 这种情意你是舍不得的 但是 在你已经进入到另外一段婚姻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舍弃一些东西 为什么 因为对方会建议这件事情 正是因为你的纠缠不清 既舍不得这边 又不舍得放那边 导致了 人家现在把你这段舍了 虽然现在你已经 把前妻问题貌似是解决了 但是解决的并不坚决 因为人家直接拉黑了三次 你居然偷偷地全给拉回来了 如果你没有拿出实际行动 只是说你应该改变 你应该舍去 办不到 回到女孩 你现在有了那十几只猫 它占据了所有的感情 一直以为你忽略到 它对一个冰棍的这种渴望 它其实在唤起你的注意和在意 但你没有 你已经太久不关注它了 也就是说你要想清楚 到底是要走不走下去 如果真要走下去 就得有所舍弃 不是说让你不养那只猫 而是说不要让这些猫 侵入到你们之间的生活之中 就是平时的时候 和它多沟通沟通 对呀 因为你现在没有时间沟通 你的心里 你的时间全被猫占据了 所以如何取舍 舍哪端 得到哪 就要看你们自己 心里的真实的想法 就这样 那其实我不太明白 你在要什么 你不希望她跟前妻联系 她断了 你想养猫 她不同意 你养了 你还要什么 我就是想要一个安全感 安全感 我们其实提到过很多次 安全感靠别人是给不了你 安全感要自己给自己 你找了个比自己大 十几岁男人 你认为可以很安全 而随着相处时间 朝你发现 婚姻关系可不是这样的 没有人会无限地听从你的 在情感中的自信 不是说她全得听我的 而往往自卑 才会患得患失 其实你是一个挺好的姑娘 你年纪轻轻 能够自己去 勇于为了爱情 我可以离开原来的舒适区 自己去开个花店 你有勇气 所以不要把所谓的安全感 强架在她身上 安全和自信要自己 给自己 先生我觉得 其实想和你说的也没有太多 因为确实你之前做得不好 也加剧了她对你的不信任和不安全 但如果你要想和这样一个 我理解我也真的是内心 相对比较自卑的女孩子在一起 那你就要付出更多的耐心 在这份关系中担起这个责任 好吗 谢谢 她给你擦眼泪 你说我不要你擦 你是真不要她擦吗 不是 然后她说不擦就不擦 然后我就回来了 你内心是不是不希望她这样 是 然后那个养猫 其实也是 用一种跟她作对的 欲亲故纵的方式告诉她 我需要人陪伴 是不是 对 你那花店经营的好吗 还可以 你银行卡里有存款吗 没有 我不太会 回话 所以你知道你的不安全感来自于什么地方 完全来自于你没有一种积极的生活状态 你说你有一家花店 你是老板 你把那花店经营好了 自己自足 闲得没事养一两只猫 你生活多惬意 而且你才25岁 你有了自己的事业 你还有了自己生活的兴趣和爱好 你有什么没有安全感 你为什么一定要非要从一个经常跟前妻 纠缠在一起的男人身上去找安全感 所以 我觉得你是目前先要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你尝试着自己给自己培养一种自信的生活状态 等到你有了那样的自信的生活状态 你就能非常客观的来看待你跟这个男人的关系 在我看来这个男人始终认为在他心目当中你是个孩子 很多事情都需要他来安排你 需要他来教你 我不相信他一定是不想要孩子 而是在他的心目当中 他认为你也是个孩子 他认为跟你在一起再生一个孩子 他会更累 你是不是没有怎么把他当回事 没有啊 如果你把他当回事 你为什么要跟前任老师做一些那样的事情 我觉得可以当朋友 我觉得你对他完全缺乏尊重 你要是真把他当老婆 你就应该很清楚自己的行为 那些是间歇 你真是不想要孩子吗 现在我觉得他就是个孩子 你不觉得你自己也不诚实 也是 先收起你的眼泪 做好自己的生意 过好自己的日子 回头再让这个男人来看看你 好吗 就这样 家庭生活一定要坦诚面对 是什么就是什么 否则的话你们会发现 猜人心太难了 要过还是不要过 决定权在你们手里 接下来我密西金真情六十两 其实我想要的并不多 因为当初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甚至都没要过婚礼 我只想要一根特别简单的信任 和一个安全感 如果这个东西你都给不了我的话 我不知道以后还会怎么样了 而且我感觉这段婚姻 我怕我维持不下去 我只是希望以后你把你的注意力 多集中在我身上一些 因为动物毕竟还是动物嘛 你还是过敏体质 不要他们太过分了就行 我现在也接受养小动物了 对不 我希望你多注意注意我 要不然我现在我真的很累 然后等我们都在成熟 我们好好考虑要个孩子 我考虑考虑吧 来请亮灯 来来来 打开 给彼此的爱的记忆箱 请开箱 来 拿上来说说这都是什么呀 女生是送了什么 我看看 一只玫瑰 哦 你送一只玫瑰啊 对 花店老板啊 为啥送这个 我跟他在一起这么多年 四年 他就在我过生日的时候 送过我一只玫瑰花 然后送的方法也特别奇特 然后他跟我说 媳妇我出门了 我说你走吧 然后他回来的时候 拿了一只玫瑰花 啪就扔桌子上了 然后我都懵了 我说怎么了这是 我说你出去给你打架了 他说没有 他说你不过生日吗 送你了 就完事了你知道吗 然后刚开始 我还看着花的时候 我说哎呀 我说真好 然后紧接着他坐的 往后的那一串态度 就感觉 哎呀 这人怎么能这样 您送的是什么呀 我送的那是一碗 我从阿山带过来的 羊炸面 就是我们结婚登机当天 然后我就想 连他吃顿好的 他就说不用 咱们都 就是随便在架楼下 吃了一碗面条 我就感觉 这还是 一点不那种 攀米挺朴实的 然后我想让他 偷吃碗面条 再勾计我们 以前幸福的回忆 这俩人送东西 送的都挺有意思的 我们谢谢两位的分享吧 你们自己慢慢去考虑 好吗 谢谢你们 来 请回 来 请关门 来吧 看看他们的选择 请开门 你能好好爱我吗 你确定吗 那 再送给你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来吧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 好好过日子吧 谢谢你们 谢谢 雪辉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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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